離開日本山營園 攝製隊去到北海道的偏遠角落 新德町 一個只有七千人口的小鎮 這個偏僻的鄉村 和日本的其他農村類似 居民大部分是上了年紀的老人家 這個日本小村莊同樣有中國人的故事 為了培養愛而成長 全國滑雪冠軍遠走他鄉 在這裡尋求技術的突破 為了生活 這個醫生甘願下鄉開診所 但是二十年的努力換來的是無情續拍令 人應該是平等 沒有差別的 但是他說沒有理由的理由趕我們走 梅木醫院在新德町已經有二十一年的歷史 以往梅木醫生每天會為五六十個病人看病 現在一天只得大約十個病人上門求診 就算改了日本的名字 拿到日本的國籍 他仍然被視為外國人 外國人的醫生相對不同 所以他一定要幫他自己日本人 所以說到利益的關係衝突 這個東西一定是幫他自己日本人 排斥我們外國人的醫生 先進開放的外表下 部分日本人仍存有排外心理 而四十五年前決定赴日求學 梅木醫生正正是被日本的先進和開放所吸引 因為我曾經看日本的電影 這個電影介紹日本的近代化 日本的文化 習慣和日本的發展科學 我認為來日本留學 可以對自己的幫助 所以我決定來日本留學 1959年梅木醫生 和其他四十九個香港學生 啟程到日本升學 讀完一年日文 他以優異成績 考上國立新式大學的醫學系 在學校他第一次遇上日本人的歧視 當時有一個先生是救數學的 他曾經在我們前面說過一次 他曾經在我們前面說過一次 當我年輕的時候 去中國打仗的時候 我宣出一下這個炮彈 打到中國哪裡哪裡 打到中國什麼城市 所以我們要求這個先生 對留學生道歉 但初次他不肯道歉 我們全班五十文 很罷課 這個先生聽留學生道歉之後 我們回去再唱課 當日的事件仍然歷歷在目 而畢業後的居留問題 他再次體會到日本人的排外性 你不能夠在這個大院平工作 你一定要去這個輕村 就是武衣山的地方去 日本話說是武衣村 就是輕村 武衣山的地方 你可以去工作 你會批准延遲 第二個選擇 你不去這個武衣村 你就立即要離開日本 七年的苦毒 一張醫生執照換來的 竟然是無情的驅逐 無衣村 顧名思義 即是無醫生的鄉村 城市醫生不願意去的地方 移民局就用這個方法 強迫外籍醫生 到這些偏僻農村行醫 每一家村的交通不方便 教育程度比較前市 水準比較低 裡面的人 我又不知道他們習慣 文化是怎樣 用什麼方法來交流呢 用什麼方法來看病呢 心口不安定 一個人走路 一個人學習 一個人是太平日 全部要靠自己的能力 所以小時候有一種 旺旺旺旺旺旺的身形 如果離開日本回香港 多年努力考到的醫生專業資格 根本不被承認 如果要繼續做醫生 在無醫村行醫 是唯一的選擇 中国人在他乡无医村行医 梅木医生是第一人 回忆当中的辛酸不默难以形容 当时不少报章杂志都报道 这个中国人在梅医村的生活 梅木医生离开梅医村才结婚 当时他已经四十几岁 其实他要娶得延期 就要不断地在梅医村工作 不过工作了十年 他难以再忍受梅医的生活 终于他决定申请入日本籍 希望可以落地生根 我一个中国人 我又不想放弃中国国籍 但是我自己的行动自由 由中国名称改到日本名字 自己心里觉得很难过 这个中国人入籍日本 只带来十多年的安稳 结婚的梅木医生 为了收入得到保障 他决定带同妻儿到北海道小镇 新德丁开医院 因为医生少 病人多 收入得到保障 而为了孩子的将来 梅木太太 只好陪同儿子去东京求学 一个人守住一间医院 十多年的孤席 寄托在一幅幅油画上 这两年 儿子考入美国大学 太太可以长期陪伴自己 但是梅木医生的安稳生活 却出现剧变 入籍日本 换不到日本人的完全认同 我来这次第二年 这个梅木医生就给了一个老人院 给我 给我去经验 以及去看病人 差不多去看了十八九年了 突然间 就叫我一下 不要做 就将这个老人院 给了第二个新的医生 近这几年 日本大城市的医生出现饱和 以往没有医生愿意去的小村镇 反而有不少工作机会 新德丁 亦由三个医生增加到六个医生 增多足小的情况下 丁政府希望病人 光顾新来的医生 牺牲的就是这个日直中国人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目的就是想赶我们走 离开他们 三十几年来 梅医生都生活在宁静的日本小镇 心境已经变得与世无憎 但是一次又一次的稀压 叫这个老医生气愿难平 丁政府为了帮助新开业的日本医生 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 最老医生的方法就是直接把病人分配给他们 因为我们平行的老医生 这样子也有像 所以我们不去过来 我们不去病人 这个病人 不然时我们都在病人 去病人 去病人 日本政府鼓勵醫生出診 出診帶給醫院穩定的收入 而丁政府就突然無告他 虛報出診次數 騙取政府的醫療補助金 一張丁政府發出的通知書 內容是說梅醫生違反了醫療法 這些人突然叫我們 醫療病人 醫療病人 你不能出診 令我們很大的麻煩 幸好對這個中國醫生充滿敵意 只是少數人 北海道醫師工會為梅醫生作出平反 他的醫生工作得以繼續 我現在的兒子 在美國哈佛大學讀書 他讀了二年 還有兩年就畢業了 我想還在這裡做工 工或者畢業之後 然後退休 所以我就在這裡做鐵漁 或者兩年或者三年 兩夫婦現在抱的心態是 做一日和尚 敲一日鐘 兒子畢業 就會離開這個住了二十多年的地方 最令他們老懷安慰的是 沒有被日本同化的愛兒 仍然有一夥中國心 他現在比以前更強的說 他現在說是中國人 他自動在大學裡唸中文 現在暑假 他是去史丹佛 暑假假期唸中文 唸中文歷史 還有他剛剛開始 這個Green Card 他已經在美國住了五年多了 所以他可以開始申請美國國際 他說他要改名字 他要信他自己原來的中國姓 他那個日本 我們自己的日本姓 他都說要改掉 這是他自己講出來 我沒有跟他提 新德丁這麼多年來 都是得梅鵬飛醫生 這個中國人在這裡定居 四年前 有另一個中國人 選擇在這裡定居 為的是實現一生夢想 一個未完的奧運夢 來到日本 也是為了孩子在這個好的條件下 學場還有器材 一些技術的方面 學得更好 所以來到這裡 張東榮 在19歲正式加入中國國家滑雪隊 當時他的成績 經常保持在全國三甲之內 1984年的冬季奧運會 他的成績達到參賽標準 但是在輪選就名落孫山 因為身材我批評比較矮小 還要背上一個四公斤的槍 同樣的成績差不多少的情況下 可能要身材高一點 形象好一點 當時第一個有這種因素 再一個在選拔之前 我們要從黑龍江到長白山 進行好遠的長途跋涉 那汽車屋在裡面 都有我來去走 要走往返四五十公里的路 一直到天亮 才能把客車 把所有的隊員 從雪地拖出來 所以到那以後第三天就是比賽 也比較辛苦 所以說落選 在自己最巔峰的時候 喪失了出選拳的機會 出戰奧運的夢想變成空想 非常失望 而且有一種特別 什麼都不想幹了 就想回家吧 因為自己的目標 將來就是奧運會 在奧運會上 能參加奧運會 是我的人生的一個最大的目的 但是突然又一次落選了 所以說自己感覺到 也是沒有希望了 一個好的運動員 擁有頑強鬥詞 張東榮決定改變目標 自己不能夠參加奧運 可以做教練 培養給自己更優秀的滑雪運動員 在奧運爭取獎牌 因為滑雪起步比較晚 另外受經濟條件的限制 所以說國家的有一些 在滑雪是屬於花費很大的 一個項目 從一個螺絲 咱們本國自己都很難製造 所以一般都是從外國進口的 一直以來 中國滑雪運動的發展 都只是集中在東北的省份 投入的資源有限 成績一直達不到世界頂尖的位置 要提升技術 唯一方法是去到滑雪運動發達的國家 學習對方的長處 將東榮選擇了日本 修讀完碩士課程 他對日本的滑雪技術 裝備了運動 加深了形式 以前比賽也是用這個拉倒 在中國比賽的時候 是的 是這樣的 但是很少很少 因為啥也很少 出過中國的經濟條件 不是很好 這一管拉要將近一萬四千日元 所以說很貴的 這是一般來說 都大型的比賽 一年一次才能用一次 還不敢用 所以打上來不好使 非常擔心 好不好用 這個對你們比賽的成績也有影響 來到這兒以後 天天使各種各樣的蠟 我才有親身的體驗 那個蠟的技術是相當關鍵的 人的體能到一定的程度了 它是上不去的 所以靠科學 怎麼樣把這個蠟打得非常好 用什麼最好的板 打什麼蠟配合在一起 才能滑得最好 才能取得最好的成績 在新德町的著名滑雪場 他找到一份體育教練的工作 充足的裝備 令他對各種滑雪工具的運用 有更深的了解 未來的目標 同樣是參加奧運 不過這個希望 不是放在其他人上 而是由自己 一手栽培的愛意來達成 因為自己本身從事專業運動員這麼多年 後來當教練 這個理想 這個願望 這個夢 總是沒有做到 也沒有緣好 所以說把他的名字 起名為張雪亮 所以中國再過十年幾年 中國的花雪希望在他們的一代能夠亮起來 這是我的最大的心願 也是我的最好的夢 在冬天 張東榮指導旅客滑雪 到了夏天 就會在滑雪場的度假村 擔任學校工作 而在公園 他和兒子一定會做大量鍛鍊 另外更會進行和滑雪相關的訓練 希望愛兒提高滑雪技巧 地道 自己望子成龍這個心情是有, 但是孩子究竟能不能成為有什麼樣的造就, 還不敢有這個保證。 但是從目前來看, 他在小學從幼兒園開始, 所以沒事, 他剛走到的時候, 就一直發展他全面的身體訓練, 所以說在幼兒園裡頭, 一直都是佼佼者。 為了栽培兒子成才, 張東榮決定入籍日本, 因為這樣做, 他才可以長期留在這裡, 給兒子一個最佳的滑雪環境。 改變國籍帶著一份勞奈, 不過他相信, 無論兒子將來代表哪一個國家, 都會以中國人的身份參加比賽。 我想因為我是流到中國人的血, 所以說喝的是黑龍漿的水, 所以這個心情永遠是不能改變, 不管我是什麼國籍, 但是對中國這一科, 對化學火熱的心是不能變的, 所以希望國籍這孩子長大也好, 如果不能, 真的不能代表國家的話, 但是他的名字沒有變, 叫張學亮, 一看還是說是中國人的名字。 月亮, 乃山和英教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